家商的郭校長 家商的郭校長 家商的郭校長,今天有這麼多校友 鄭老師,還有包括我們立委、局長 還有我們各位先進 我們各位來賓、各位長官 大午安,大家好 我是家商的校長 很高興代表學校 今天要來參加我們傑出 校友我們鄭凱老師 劉光武士的回覆展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 剛剛我們中學長講說 說我們廣告設計科 沒有人要討論 現在我們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發現 這幾年,因為我們有這麼優秀的學長 學姐大家的努力 廣告設計科是還蠻夯的 最近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學生 他就是一定要練廣告設計科 就可能那個主啊 可能開不成啊 那我們一直想辦法 希望他能夠轉科 到廣告設計科 結果我一看啊 我們廣告設計科啊 全滿啊 學生全滿 而且報道啊 不然成績公佈都非常好 那我想學校的廣告設計科 還是維持一個很好的傳統 剛剛學長在跟我講說 我剛剛看到我們像 鄭老師他開畫展啊 很多的同學都來參加 我們現在還是有這個傳統啊 很多的同學啊 像明天啊 我們學校的 廣告設計科同學 三些同學啊 上去要做專門製作的展覽啊 那我看禮拜六啊 禮拜六 早上回學校的時候 我發現 我們都回來了 結果回來了 都在學校裡面 帶人忙 那很多同學 我想這樣的感情 還是維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對學長學姐的努力啊 讓我們的廣告設計科 希望我們的家庭啊 能夠更好 我想特別利用這機會啊 感謝我們的校友 那也希望我們校友啊 有機會跟我們回家看一看 如果也可以的話 也能夠參加 我們的校友會 做一個規廣告 那今天啊 真的很高興來看 鄭老師的一個化展 我想他用廣告設計科 再回到美術教育 我想不管他的畫作 或者在教育啊 方面我想都有很多的建樹 我想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敬佩 那也希望啊 我想離開家鄉 大家也會有機會啊 能夠都回家鄉 都回家鄉來 跟我們 能夠貢獻啊 我們家鄉也提起 我們的學弟學妹啊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揮 我想在這邊啊 請祝我們啊 這個發展啊 能夠順利圓滿 能夠 那祝各位展觀 各位來賓 治理健康 謝謝大家